為了要起立主 警察了解新中朋友工作的狀況 社會教在管政府基盤身上就業微電影首映會 鴨皮也歡迎了新中家工作上頭賣人的狀況 副管理由邀請民眾作為來欣賞 這次推出微電影 也讓新中朋友支持含鼓勵 那今天透過微電影的方式 事實上就是我們希望在這個職業的重建 還有支持性的就業 還有就業的輔導跟評估 以及事葬者的就業上的相關這樣的一個案件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去做宣導 另一方面讓這個身心障礙者 他能夠清楚自己能夠做的工作是什麼 同時也讓社會跟家人在職場上面 能夠更了解他們需求是哪些東西 大家怎麼樣一起來努力 共同創造一個有愛無愛 然後可以在職場上給他們一個空間 創造他們在個人的成就 還有對社會的貢獻和家庭經濟方面 大家可以一起共同來努力 那我覺得透過微電影的方式是非常好的 也感謝就是長期以來 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工作的提供的單位和個人 然後我們非常的感謝他們給予 所以就是身心障礙者這樣的一個空間 跟他們鼓勵 有管理基礎 透過的社會教 立業中間個案管理服務 等於窗口個案管理頂方式 讓信用朋友可以准理回去做工作 提關就要入 大雄新聞 環培宜 蔡宏報道 乾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